口臭咱们一般就是有很多疾病都会引起口臭 比如说鼻腔的疾病 咽喉的牙龈的 再就是胃上的一些疾病都会出现口臭 咱们这里说的胃火旺的口臭呢 就是可能还会伴随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牙龈肿痛 口舌身疮 口苦 胃胀胃痛 恶心呕吐 大便可能肝结 然后小便短翅 再就是舌质比较红 舌苔黄厚 脉象呢是个玄滑的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是考虑是胃火旺 就是老百姓有的时候说的是 容易上火 这种一般就是用一些 第一个就是饮食 注意避免吃一些葱姜蒜 有刺激性 葱姜蒜芥末 这些刺激性的食物 辛辣的 气味比较浓烈的 再就是烧烤类的 尽量不要吃 一般就是我们可以中药调理一下 可以吃一些中程药 轻胃火 凉血 清热解毒的药 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辨证用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